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今天我想介紹一隻很好笑的遊戲給大家 這個就是叫做慢波魚的遊戲 這個應該台灣也叫做慢波魚 我們一般叫做番車魚,一隻很巨大的魚 這種魚根據這隻遊戲寫說很容易死 很冷死,曬太陽就不知甚麼會走上陸地曬乾死 就說身體非常虛弱 牠一生就有三億粒鱗 多得很恐怖,三億粒鱗 我們就要幫助牠生長 但是在生長途中,牠是很大機會會死 現在我開了一隻新遊戲,重新玩給大家看看 就說,慢波魚吃東西有機會發生一些很慘烈的事 其實這些就不重要的 剛剛開始就不會那麼容易死 這些應該是魚糧的物體就不會扯死,很安全的 等到牠升到Lv.2就會解鎖這個增強的東西 其實剛剛開始玩,NP又沒有甚麼都沒有 其實都沒有甚麼可以增強 這隻龜非常特別 當牠出現的時候,你摸一摸牠 這隻是黃金海龜 就會有大量的食物出現,可以乘機增加體重 Lv.2了 快點吃,多吃點 乘機升Lv.2 剛剛開始就有三次冒險可以玩 每用一次就要等一個小時回復 最多可以儲三次 在未解鎖之前,我玩一個冒險給大家 就是,慢波魚可以跳上水面 因為我第一次玩是九成都死了 你犧牲一下出去死一死吧 好,就說牠身體好癢,因為有這個寄生蟲 跳上水面的話就有機會震到一些沙漠 但是跳躍的時候 當牠離開水面再落水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大的衝擊力 可能會打死牠 那牠為甚麼要跳那麼高呢 好,我們出發吧 衝一下萬多魚 哈哈哈哈 跳得太高之線 究竟會不會死呢 好緊張 哈哈哈哈 牠真的跌死了,好慘啊 不要緊,我們重新來過 其實死了就不要緊的 因為當牠死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MP加給我們 另外生存機率就會上升了 下次再有同樣的事件的時候 牠就會沒那麼容易死的 另外發現到生死法就會有這個體重 那隻動物會增加一公斤體重 那就會額外多15%給大家 那升到後期呢 其實就會多兩倍幾三倍的 所以其實這個死亡是必經階段 這隻遊戲呢 你會不斷地看到這個萬波與死 所以是不要緊,大家不要傷心 那我現在就試一種比較特別的死法 就是趁這顆卵出來的時候 大家見不見 我已經把畫面上的卵抹走了 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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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絕死 哈哈哈,神經病 那這個死法只是玩一次 大家剛剛玩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那牠就說一次就生了三億個卵 不過大部份的卵都是直接被其他魚吃了 那三億個就只有兩三個可以存活下來 神經病,生那麼多出來給人吃 可不可以生在一些穩陣的地方呢? 這隻真的是很強的遊戲 哈哈哈哈 好啦,那接著呢 再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我先 skip它 好啦,還有另一個很特別的死法 那我就不讓牠升等級了 這個死法就是你不斷地搖的電話 大家看到嗎? 大家看到嗎? 已經有很多氣泡升上來 那當你繼續搖的時候呢 就會因為這個太多氣泡 還是不知道什麼是嚇到一條魚 這樣弄死牠 不過我繼續魚馬牠先 給我一點時間 哈哈哈哈,我搖死了牠 殺羊兇手 殺魚兇手 好啦,那牠說什麼呢? 萬波魚很敏感 那些泡泡進了眼裡 就會令到這個萬波魚死了 是不是有點神經病? 我也覺得很神經病 真的很強這個遊戲 然後另一個特別的死法 就是要把電話的螢幕 調到最低光度 然後找些東西遮蓋 距離感應器 令到牠模擬一個全黑的環境 我們的萬波魚就會有些特別的事發生 牠撞牆死了 因為螢幕太暗的關係 哈哈哈哈 其實很快 你只要遮蓋螢幕 和把光度調到最低 隔一分鐘就會死 芝士經常說 撞到水族館的牆壁而死 也很糟糕 在深海的缺點生存 應該都沒有光 真的很厲害 好了我們試另一種死法 因為在水族館 很多人不生性 對著動物 就開閃光燈去拍照 這件事大家千萬不要做 其實我們對著任務動物 如果想拍照 你可以就這樣拍照 但真的不要開閃光燈 因為會嚇到牠們 我現在就無意不斷拍照 這個程序 不需要測試或分享 只要按拍照就可以了 咦 嚇死了牠 好慘啊 你剛剛出生都沒吃東西就死了 所以記得 在水族館也好 動物羊也好 什麼地方也好 看到動物你可以跟牠拍照 但記得不要開閃光燈 另外還有一個很古怪的死法 就是不斷摸牠 勁摸牠 你不要只顧吃東西 摸牠 摸牠 摸了很久 這條魚 那隻萬波魚終於都被我刺死了 因為摸太來而化龍而死 都很慘 那萬波魚 那萬波魚養到最大的時候 當牠體重去到1000kg 就會 因為壽命去到盡頭而死 這個是一個最後的結局 來玩到來這裡都很厲害 壽命去到盡頭 萬波魚都變成標本 就像一塊骨一樣出來 接下來看看 萬波魚有什麼冒險 冒險次數不用 最多只有三次 暫時給大家看 等大家發掘 這個冒險 就說 小心落網 因為死魚吃得太開心 就會被網前住 究竟我們的萬波魚 會不會因為 纏著魚網而死 你看牠吃得很開心 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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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魚就不好 吃同亡人才行 很危險 死啊!纏著了 究竟會不會死呢 好緊張 會不會死呢 誒!成功了 那算了 看不到牠的死法 我們到下一個 再冒險多次 但是現在我的魚 要生長了 哈哈哈哈 牠長得很快 究竟會生長到什麼時候才停呢 讓牠 繼續長大 繼續進化 嘩! 停了沒有?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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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你剛才真的吃了很多魚 那一次吃了100kg的魚 大家看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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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第二次冒險吧 出發 看看 見到萬波魚的朋友很搖 怕他有事 要去幫他 究竟會有什麼好笑的事情發生呢 很難得見到他的兄弟 因為只有兩三條可以附到 他的朋友死了 很慘 接著要怎樣 喔 為何這樣都會死 人家死了 你沒事 你為何心臟病 那我們看看我的死印 看見面前朋友死的樣子 因為有壓力死 這個萬波魚都頗不受得壓力 那我們還有一次的冒險機會 看看他先 SKIP SKIP 對了 冒險了 這裡有海龜先生 看到海龜先生 我之前已經遇到過 大家儘管看看 究竟 遇到海龜先生會有什麼事 我自己看得到很好笑 他被海龜嚇到 冒險有很多東西可以開的 都是用這個MP來開 例如身體很癢 可以飛 這個就是 飛上海面 當然 每一個 你完成了冒險 就會加到重量 不同的冒險就會加到重量 雖然選擇冒險可以增加重量 但也會有機會因為壓力之類的東西 嚇死我們的魚 很慘 但他的死法其實全部都很好笑 有壓力死 然後看到恐怖東西死 飛得太高達死 或者潛得太心動死 食物方面 還有海捷 水母 烏茶 蝦 沙甸魚 龐蟹 扇貝 這個我不知道 卯 尼嗎 糟糕 我不會讀 算了不要緊 這些貝殼類的東西 加最多就是龍蝦 每一種食物都會有一種死 例如吃到骨癢死 或者吃到膠袋的東西死 食物的數量就是每升級 在螢幕看到的食物最大值 最多的時候就好像現在看到 其實畫面會有很多食物 有很多食物 不小心他又升級了 好了不要理他了 看看圖鑑 其實猛鮑魚的大小我就開了 差不多 剩下這個就要玩生存傳奇才可以開到 怎樣去生存傳奇呢 就是當大家升到這個水族館王的時候 就會問大家要不要離開水族館去海洋生活 那如果大家選了一個 就會去到一個高級模式 那你就會有很多機會會說絕死 那個我就還沒開 讓大家自己去發掘一下 那很好笑的 其實這條慢波魚呢 其實慢波魚就是反斜魚 那它會慢慢一隻一隻去變大 原本就是一粒 這麼小一粒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生了一些角 旗 然後開始藍色 成形了 但是大廈有一條騷子 很好笑的 你看這個慢波魚王已經開始覺得它有點老 還有馬潤唱醉真的很好笑 那水族館王的時候就已經很老了 那再升上去就是這個生存傳奇 那就是選了在這個水族館裡面繼續生長的時候就會出現 那慢波魚呢 的介紹就來到這裏 大家有心機的 嘗試養一下它來玩一下 我覺得都幾開心 不是喔 好像很變態 養死的東西很開心 那其實我開心是看到它不停地變了不同的東西 有些古怪玩法 那都開心 大家不要誤會 我是一個很喜歡動物的人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想玩這個困難模式 那玩困難模式之前呢 記得就是先把所有的死法都實現一前線 那體重的紅利就會去到最大 那到你玩困難模式的時候呢 又可以重新拿一次 那你吃食物去增加體重的速度就會快很多了 那好啦,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